姐呀 亲爱的 我来了 亲爱的 来了 咋样呀最近呢 挺好的 听说你出个对象啊 嗯 听说你这个对象老帅了 嗯 他去买菜去了 那回来呢 买菜 整啥大餐呢 买菜去了 等他买回来 咋给你做啥 指定差不了 呃 我就喜欢你做的饭 回来了 这姐夫嘛 对 你太帅了 来了 这么帅哥 要我买点菜 把钱还丢了 怎么丢呢 那什么 那个我买菜去吧 一位那个大姨过马路 晚上他摔了 我扶起来了 扶起来了 晚上有一群人 那个围的 听说就有小偷 把我钱偷去了 那没事 这次没有菜 没事没事 盒上去 不是 盒就是 菜没了呗 不是一会 那什么吧 再拿点钱 不是 你注意 你说这次你先坐下 咱俩会看 坐下坐下 我马上我拿钱 咱俩都吃去 不做了 你想吃啥咱吃啥 我就想吃你做的 我做的下一回 今天 那你不饿吗 完全是 那个大哥都把钱给丢了 你说 丢了我都有 不能说他 他做好事丢了这钱 他又不是纯性故意的 你不把你好心的给 不是 你要知道那什么 这个太都怪的 这个是想出去吃的 咱们就出去吃 这不能说不平 不想出去吃 我来带买去 有牛肉干没有 有 有 行 走吧 走吧 人只要不是纯性故意 把这事做错了 不应该去批评 因为他好心 你把你好心都给 那个什么了 是啊 这个事应该表扬 咱们看到老人 有什么需要的 社会要需要的 咱们这个善心还得有 对不对 还得去伸出援手 这个事必须得做的 谢谢 但是因为这个 咱丢点什么丢了就丢了 这个咱值得 所以不应该批评这个事 谢谢 谢谢 做得非常好啊 平常看着很泼辣 脾气丑着挺火辣的 但是她很讲理 就是说对人对事 知情自理 通情达理 所以呢 就是说这个女嘉宾吧 还是一个心地 非常善良的女人 这是我们小编导 我刚才我想问你一下 你敢没感觉到 咱们姐姐的这个气场 我看刚才她抱你的 这个急的这个劲儿 的确是特别的真心 你发现吗 对 咱男嘉宾 您觉得生活当中 如果遇到这种事的话 您的另一半这种表现 这种解决方式 您舒服吗 满意 舒服 是不一样的 如果觉得这个人 我赏心悦目我喜欢 我表现就是另外一种方式 如果这个人我不喜欢 我可能表现就是另外一种样子 所以刚才两个人的表现 都是我觉得是对方 给自己赏心悦目的感觉了 她处理问题比较急躁 她应该慢一点 她比较反应快 通常反应性能力挺快的 我喜欢这样的人 我不喜欢悦目的人 脑子笨的人 赏心悦目很重要 咱瑞莱姐说了 您俩现在都给彼此赏心悦目的这种感觉了 但是我们还会设置一些生活当中的小问题 来考验一下二位 看看生活当中遇到问题了 二位得咋办 来看一下大屏幕 看爱的考验 男士和女士分别回答三道问题 好 我们男士回答第一道问题 婚姻中争吵之后 谁先认错 男士先认错 天哪 你都不考虑考虑吗 这不用考虑 不管对错你都先认错 因为在家庭中 和女人就是没有道理可讲 谁对准谁的 这东西谁错了 谁先认错 这家庭当中 就是说两个人吧 他根本就是吵不明白 对 在家庭当中两个人吵不明白 吵不明白 吵不明白吵啥啥呀 吵啥啥呀 那就吵起来了 所以说就得男的认错 先认错 然后这事吧 以后得慢慢解决就完事了 因为跟家庭里来说 你讲不了道理 感觉我在生活当中好像挺厉害 其实我这个人特地讲理 所以说人的一礼夫人 这就是我的做人的原理 婚姻生活当中 大家讲的是个情 不是一个道理 道理是之后再说 先把这个火先压下来 然后再慢慢烙 您同意吗 女嘉宾 那个同意 第2个才是最主要的 意见不同的时候 听谁的 这个随对听谁的 但是意见不同的时候 跟第1个题好像有点大同小异 这俩性质都不同 咱女嘉宾给解释一下 这两道题性质不同在哪 意见就是家里边有什么事的时候 买这俩人 就是说发生什么矛盾的时候 俩人意见不一样 或者是说你想买冰箱 我想买电视 这个听谁的 这关系到主权的问题 她想买冰箱 你想买电视 这个时候听谁的 她买冰箱吧 把冰箱给我买了之后 回头下个月就给她买个电视 对 真的是俩人过日子 好多时候都是道理 对 没有道理 就是相互理解 对 你一步 我一步 对 这个日子就能往下走得更远 这个男的女的 跟她过日子还行 对 挺稳成 挺稳成 好 来 下一个问题 主持人和女嘉宾谁漂亮 主持人漂亮 她说了 我漂亮 她说你实话 说说你没救了 那我问一下 我想她说你实话 谁夸她情长高的 除了这个题 这就是一个 你知道这是个什么题吗 就像她妈和她儿媳妇 吊在海里就是谁似的 现在没有办法 老婆不学游泳 就把这问题解了 既然你这样的 维护我们男嘉宾 我就放心了 不是 放心了 事前就这么解决问题 你不感觉吗 我们女嘉宾为啥不生气 因为问完这问题之后 人俩人是站在一家人的角度上 来回答的这问题 人家选择的是 我不得罪外边人 我作为外人 人家可能说 你漂亮呗 那这个事儿无所谓 不是 她说的是实话 对 是这意思 尊重实话 你看 是这意思 是这意思 挺实话 挺实话 来吧 一家人来回答一下 女嘉宾的问题 你会介意男嘉宾性格比较直 比较强势吗 不是 应该我回答 我不介意你的性格直和强势 她俩的现在聊得很默契了 我看有点细了 出细了 咱女嘉宾 下一道问题 我喜欢自驾游 你能陪着我吗 我也可以开车走 我也随时随地都可以开车走 我现在找一个就是会开车的 我们可以就是后面开 然后一个人开车 我从86年的大科学票 好 来 等下一道问题 你能照顾我一辈子吗 我一辈子 我一辈子 不管是说的 原非夫妻和86夫妻 只要是你领了一个证了 这份情意就在了 那你要是有病 也不照顾你呢 也有病你不照顾人家 对不对 不也是反过来的时候 不一样吗 如果在一起的话 无论病痛饥饿 你都要一直陪着她 搞得好像婚礼誓词一样 来吧 二位站到我身边来 不论贫穷富贵 饥饿 病痛 你愿不愿意陪在我身边 我愿意 我愿意 那也不知道二位呢 最后能不能够选择 与彼此牵手 现在的时间呢 给我们女嘉宾稍作休息 来沉淀一下 她性格比较直爽 说话半生啥的 各个方面算起来吧 她是比较 中和素质比较高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